马克杯如何成功转印不失败?三大关键要注意,克制化产业的盛行,也带动许多克制商品的新选择,而克制化马克杯可说是送礼,企业赠礼非常热门的选项,一生将在本篇文章告诉您热转印马克杯需要注意哪些事情,以及目前有哪些热门机型最适合您。 热转印马克杯是透过转印纸加热加压,将转印纸上的墨水升华后附着在杯身,硬制步骤虽简单,过程中也有一些事项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将告诉您热转印马克杯可能会遇到的四种问题。 一,纸张边缘卡末,热转印马克杯时,若转印纸张位裁切多余空白边缘,可能会造成纸张边缘通过印表机滚轮时沾上墨水,通常在纸张上不明显,常常会于印制完成后才发现杯子上多处有不明黑点或线条,这就是纸张位裁切多余边缘所造成的结果。 因此,在图档裂印后,需要将空白处裁除,确认转印纸边缘是否有沾到墨水,在送入转印机中进行转印,避免印制瑕疵。 二,上色不均,若预印制的图档颜色比较深,在转印时可增加15至30秒的加热时间,让转印纸上的图像能够完整转印到杯子上,让上色更均匀。 三,晕染叠影,若进行转印前,转印纸张没有贴紧于表面,在转印过程中产生晃动, 可能造成图案有晕染叠影的现象,为避免这种现象发生,硬制前务必确认转印纸已固定,高温下撕去转印纸张时,也不宜晃动过大或撕速过慢,避免硬制产生状况。 四,温差杯裂,通常硬制马克杯会准备剩满凉水的水桶,当杯子经由高温转印完成后,会将杯子放进水桶里面降温,如果放在水龙头下冲洗,或是缓慢放进水桶里,杯子容易因高低温的落差,造成杯子破裂。 为了顾虑安全,建议放置空气中缓慢降温,若需要快速生产,则应按照上述做法一次性快速完成降温,避免杯深破裂。 看完以上热转印马克杯印制时会发生的状况后,医生将告诉您如何避免马克杯转印失败,让成品更完美。 1. 挑选高解析度,调整图案尺寸,选择高解析度的图像,印制出来才不会有粗糙颗粒感。 若要避免马克杯转印失败的状况,图片解析度至少都要高于300dpi,将图片调整成适合马克杯尺寸的大小,选择想要转印的区块,就能让成功转印马克杯。 2. 裁剪多余空白处,注意是否粘墨,若马克杯转印失败的原因,是边缘粘到多余墨水,进而影响整体的印刷效果,那么进行转印时,并先确认转印纸输出图案之后,是否有裁切多余的指缘,注意在指缘边处是否有残墨,确保印刷效果正常。 3. 确定设定参数,转印后小心撕开固定胶带,将转印纸均匀胡贴在马克杯的杯身上,注意是否有旋径按钮,设定参数200度,加热时间180秒,高温转印完成后,轻轻撕开边缘的固定胶带,避免不按晕染。 一生根据客户的硬制需求提供多种马克杯转印机,底下将为您分析您适合哪种马克杯机型。 1. 第七代马克杯机 第七代马克杯机适合SOHO族或个人工作室,此款机种维权手动式操作,不固定手把,不必担心硬制位置不准确,虽然机身体积小,但硬制范围也有8x20公分。 此外,高CP值也是它的特色,平价但是坚固材质,防生锈及防刮处理都设计到位,是轻松好上手的机型。 2. 电动马克杯热身滑转印机 若全手动的马克杯转印机无法满足大量生产需求,那么马克杯转印机挑选的另一款推荐选择就是电动马克杯热转印机。 电动马克杯热身滑转印机才半自动式操作设计,可加快硬制速度,并减少校对时间。 另外,此款电动马克杯转印机重量仅4.8kg,轻巧又不占空间,据数字化温度、时间设定以及自动警报安全提醒。 3. 二合一马克杯机 进行马克杯转印机挑选时,许多人会在意设备的硬制效率,一生特别研发二合一马克杯机,高效能快速印刷马克杯,有了这款便能节省人力,硬制效率快一倍。 2. 二合一马克杯机净重14kg,取以机台呈长方状,一次可印制两个马克杯,因此是推荐款中体积较大,重量较重的款式,应先评估作业空间是否足够哦。 4. 四合一马克杯热升华转印机 客制化商品是目前的创业新趋势,一生推出支援两种马克杯型,六种马克杯尺寸的四合一多功能马克杯热转印机,可应用于圆形马克杯及锥形拿铁杯的热升华转印杯款。 4. 四合一马克杯热升华转印机提供电子式控制器,发热电快速接头转换,转换与硬制的杯体时,只需要一根螺丝起子就能快速更换发热片,降低时间成本,是客制化产业非常推荐的马克杯热转印机型。 我们拥有免费线上客服咨询详细介绍设备工程技术团队进行售后完整的设备使用教学及时提供客户最到位的技术支援。 欢迎您了解更多一生数位印刷设备的其他热转印设备或是免费线上预约来场参观,挑选您心仪的马克杯转印机选择。